我们看到的这个古丽实际上是我们在修缮神仓的过程中 就是墓地板的下面发现的这个古丽的遗存 那么证明了我们史书上记载的当时这个地方 它确确实实是用来供奉粮食的 4月18号是第42个国际古迹遗址日 当天位于北京仙龙潭的神仓建筑群 经过腾退修缮向公众开放 这也是该建筑群一建200多年来首次揭开面纱 神仓建筑群它是始建一名家境连结 是乾农连结也就是乾农18年 它从延代的位置移到现在这个位置 那么移到现在的位置是1753年 那么三分钟时间它一直是被作有些单位在使用 到今天为止应该是第一次面向公众开放 完整地恢复到清晚清那样一个容貌了 北京仙龙潭是中国农耕文明的重要见证 神仓建筑群则是北京仙龙潭重要的组成部分 其中神仓园领被称之为天下第一藏 神仓燕朵是用来收藏皇帝亲自跟踪集田里面产自的粮食 皇帝在京城的南郊要亲跟集田产的粮食用来干什么 用来皇家或者说代表国家祭祀用来当成粮食 他在各国场所祭祀的粮食 首先要放到这个神仓年龄要进行供奉 供奉以后才起到各国祭祀场所 它是在国家礼仪制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么我们仙龙潭的神仓 所有皇家祭祀的用粮都是从神仓供奉以后起出去 所以说成为天下第一仓 修善一新的神仓包括多个建筑 位于整座建筑群中间前部的是收谷亭 亭中摆放着一个标着熟字的漏斗箱 收谷亭正后方便是核心建筑神仓 仓内红色暗戟上摆放着五个粮盒 再现了古代将储藏的古物转换为皇家祭祀礼仪祭品的情景 因为神仓它本体建筑的空间比较小 而且它的文化内涵也很丰富 那么在这个期间为了让观众更多地了解神仓的它的功能和它的历史价值 那么我们就采用了原状的陈列和素质技术 我们把展板或者图片反映不了的内容 我们通过素质技术进行拓展 向观众展示出来它历史上的功能 让观众对它这个建筑有一个深刻的了解 当天神仓历史文化展同步开幕 以原状陈列配合专题展览方式 对神仓建筑群进行较为详细的解读和展示 薛简透露 未来仙农坛一些区域在恢复历史风貌后 计划逐步开放 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所管辖的仙农坛的古建筑区域 我们现在我们的占地面积大概在7万平米 随着这个老城保护的推进 随着中路线生意保护的推进 那么在仙农坛这些地区文物的腾的力度还会加大 在我们可预期的三至五年内 可能会有20多万平米向工农开放